請李董事長 請李董事長 這條小姐說的說不出來啦 是喔 會緊張啦 動作慢了 董事長 我早上聽你在講 在打選的時候 有幾度談到說 這個預算齁 是上一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編的 所以你還不知道 不是我不是說 我是說我知道之後我也來不及看 因為他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或者是要改進啦 對 既然是這樣子齁 你為什麼不講一下說 我覺得就編的不對 我做一個修正 或者我把它撤回來 我想齁 這基本上是知識體態 可以嗎 我是覺得說 因為不只我們一家 我相信很多家都會碰到這種困擾 因為國運 對啦 對嘛 我就相信你是一個很優秀的 你董事長嘛 因為你是很優秀的那個 閣員下來的嘛 你就接著說 編的不對 那我就重編嘛 或者我就更正嘛 反正一下你的魄力嘛 好不好 對我有說明年的話 我一定會把它調整過來 不要明年啦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了啦 等一下 等一下搞不好人家就提議說 我們這個台灣金控的這個 這個預算齁 恐怕要再重編啦 暫時不要審理啦 這是第一點齁 好 不過我還是委員支持一下 因為這個整個要的調整 因為剛剛講它不是今年的問題 它是長期過去二三十年都是這個樣 所以它 如果你還是跟過去一樣 那算什麼李記住 董事長就不一樣 還是一樣嘛 蕭龜潮水看不出你的特色嘛 所以我跟 所以你要展現不一樣的魄力 跟風格嘛 沒有展現委員不一樣的魄力 第二點齁 輪到我自己邊我一定給他改過來 李董事長齁 第二點齁 我在 現在你上任了之後 你是新的董事長 你的總經理也是新的總經理 請你告訴我 你們這兩位新人 將來怎麼樣當我們金融界的龍頭 你在台灣金控裡面 要展現出什麼樣不一樣的計畫 或者展現出什麼樣不一樣的 給大家耳目一新的 新的東西出來 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因為你過去大家 你都說過去Bender 所以你明年要開始 你現在告訴我一下可以嗎 我剛剛在一開始的報告裡頭 我有特別口頭補充齁 四個面向必須要台銀 做一個積極的一個調整齁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必須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一個定位齁 然後找到我們的利基點 然後把它生根齁 那過去我們常常看到 比如說我們擔負很多的政策任務的時候 常常看到這個政策任務的負面 其實我們在這個政策任務的背後 也有一些自然的部分 好 那就這樣子 你談到政策任務齁 因為我稍微翻了一下你的意算書 你們在你們的意算書裡面 談到的就是說 你們的盈餘本來是應該要 比這個還要高 應該要達到140億的 好像是大概是這樣子吧 不是 調整後應該是140億 但是因為你們有負擔了什麼樣的政策任務 包括優惠存款啊 什麼青年安家 債款啊 或者是什麼中日的什麼東西啊 中日互費的原則 所以你們才變成63億 你剛剛是講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政策任務有些負擔 部長齁 不是 部長齁 不是 部長齁 我那生的部長齁 對 我們那個 老學長就不好意思 我要請教你齁 這個董事長齁 那你告訴我 你覺得該怎麼做 這些政策任務你要怎麼處理 或者預算 你很簡單告訴我 預算這樣翻 你覺得這樣 應該的嗎 我想這個本身 我們說優惠存款 你告訴我優惠存款 這樣翻是對的嗎 我想 基本上齁 對不會大家在討論 可是它是有相關 它的一個依據法源 存在在那個地方 我們就必須要去執行吧 什麼法源啊 他本身是全序部 他發佈的一個退休公務人員 一次退休金 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好 那我看 他拿下一個 本身我們留待